大家好我是白董 哈囉大尾 我想說我們都來到台南 順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皓尾的收藏品 來首先我們先看到這一塊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們樂器哪裡買 之前那個諾娃樂器啊 大家應該知道這本來都是放什麼 實音器 可以點上面看一下 可以點資卡看一下 結果現在那 全部都是不愁者聯盟 現在的實音器變成那個 其實我每一格都有稍微是設計過一下 這個主題啊 像這個主題如果有看電影 就是知道這個是 Fishman的那個 然後後面有Fishman神器 對對對 這個是情景 場景 變成山了 然後像這個就是全部都鋼鐵人 如果有看復仇者聯盟3的話 就會知道它那個 馬克50是可以變很多造型 像我這個馬克50 你自己就說很多次 然後把它變成不同的造型這樣子 這樣哇 下面的話這兩個是一個主題 這個是壞人那一邊的 然後這邊是好人正宜的 終局之戰 但是因為那個人這實在太多了 所以擺不完 所以你就是分兩格來擺 對對對 還擺不完啦 所以有些角色其實沒有全部擺進去 你這個玩具系列都是蠻什麼的 像這種六吋呢 我基本上是Marvel Legend 就是孩子寶那個Marvel Legend為主啦 比較後期之後 我才開始都亂戴了那個SH-15 那兩個作品比較整啊 你覺得嗎 如果以細緻度跟整個 可動性的話 SH-15還比較好一點 可動性會比較更好 SH-15也比Marvel Legend 貴三倍有吧 對有差不多 網路應該是六七百啊 對對對 然後SH-15也要快兩千嗎 對兩千多 有些角色甚至破兩千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樣一貴 應該有 大概不知道幾萬的 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有些我是收二手的 因為我都會猜出來玩 這一切都要感謝一個樂器的業務 他賣我一組之後呢 我就不去了 越來越多了 然後我又跟你換了三組 就是我有一次需要買一支麥克風 然後我就問他說 要不要換一下 然後我就拿了三套Marvel Legend 然後去跟他換了一支麥克風 對 最下面那一支 浩克本面的 就是你BAF拆出來的 那這一櫃是什麼 那一櫃就是 一開始那個業務賣給我的 雷神索爾3 這就是雷神索爾3的所有人物 另外這邊就是星際銀行隊 真的耶 那最下面這兩個 最下面這個就是復仇者聯盟2 浩克跟浩克主任的那個 奧創跟美國隊長的一些 然後最旁邊的就是黑寶 哦 對 那上面呢 就是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還有美國隊長洗摩托車 這支是 確實蠻特別的 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有騎一個摩托車這樣 然後這邊只是冰山一腳 雖然說現在外面的攪拌叫諾亞樂器 不過他們應該過不久會改成這個 可以考慮啦可以考慮 大家再過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浩瑋哥的收藏 哇 這是那個 雷神書有3 這雷神書有3的 對對對 大家看一下 臉超像的 這支浩克 然後這還有薩諾斯 這個是最近才剛到貨而已 這臉也很帥 大家看一下 他們還在中間綁那個 震動手錶 Sauberna 對對對 當作腰帶 高級的展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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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支蜘蛛人 那個呢 PS4的 所以 就是裡面有一個造型 好 來 然後大家看 它裡面還有一櫃超大的 打開一下 這全部都是 Hot Toys了 對啊 有一層是野獸國人 有獸國人 戰極系列這樣 我們剛剛有說吧 這邊叫做 諾亞公仔串賣店 所以他們現在有賣這個公仔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是很漂亮 裡面最值得介紹就是這一隻 浩克破壞者 這個可以打開它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剛剛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玩過三國無雜 有沒有很像夏厚尊 哇這浩克毀滅者可以拿出來給我們看一下嗎 可以啊 聽說這一隻 所以一開始它是不生產 這一隻其實是那個復仇者聯盟2 其實復仇者聯盟應該也很久了 理論上它應該要出 但是它這個是最近才有的 會拖這麼久的原因好像是因為成品太貴 後來拖出來的成品其實還蠻特別的 浩克毀滅就是裡面它有藏一隻鋼鐵人 它這個特色就是說它可以把這個桶拿起來 裡面還有一個小鋼鐵人的頭這樣子 開燈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 它的特效是這樣子 然後你這樣拿起來的話 它裡面還有一個眼睛這樣還有一個頭 很帥耶 對 這次不便宜吧 對 我記得是賣大概六千 腳也可以開喔 對快六千塊 對手 它的手跟腳都可以開 其實它的發光位點算是做的還蠻精緻的 像背啊 背啊腳啊 這邊其實都有發光位點 算是做的蠻精緻的 它這個手其實也會透光 就是你看這個手掌這邊其實都會透光 只是說現在燈光比較亮啦 所以它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展示的效果沒那麼強烈 對對對 不過我覺得我剛剛有看到一個最帥的 就是我們給大家猜猜就是什麼角色 來大家可以猜一下 看這一隻是復仇者聯盟的哪一隻角色 還是你會覺得它是迪士尼的角色 大家有沒有覺得它長得很像 Elsa Let it go Let it go 因為其實有些人在講說它復仕的那個造型 有點致敬那個冰雪體驗 真的啊 所以後來公仔可能出出來就是真的很像 大家看真的很像Elsa吧 其實這一隻是黑寡婦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還有那個 鋼鐵人3 千手關一的騎士博士 騎士博士 如果你不是玩玩具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它頭也有多貴 大家現在看到這一尊啊 如果鋼鐵人系列的話 我鋼鐵人基本上都是收合金的 新品預購價大概都是要一萬塊錢票 曾經有我看過一隻漲幅最高的 我還沒有收到 那個是蜘蛛人 玩笑是 公平有特串買的 它是一個銅銀配色的馬車47 那隻我看過網路上壓平上面看到四萬多塊 預購價是一萬零六百 蛤 對 漲了四倍 聽說最近是有新的預購單出來 Hard Toys基本上是不再煩 IP為什麼會翻四倍 是好像聽說是 一開始大家覺得它長得蠻普通的 馬克思就塗個顏色而已 結果大家看完電影之後覺得說 好像還不錯 好像蠻帥的 好像可以收一下 如果大家都已經過那個預購了 一開始我們訂的人都少 所以後綴就很貴 像Hard Toys 基本上你要買全新的是比較少啦 因為基本上他們都是運購接單身材這樣子 通常是電影上以前會開一個預購單 你猜大概多久它會到你收賞 半年 半年 超過 大概要 快養 不過大家可以看一下像這個鷹眼啊 美隊啊 然後 酷寒戰士 雷鴻女巫啊 然後戰爭機器啊 跟那個黑寡婦 這個大家可以看它的面相 真的 它的頭雕就真的很像 很值得等兩年 很漂亮 是真的很漂亮 就是它唯一不漂亮的只有售價 對 因為它售價其實很漂亮 但是我們買不起 售價很漂亮 我們買不起 對 然後你看 一二三 一隻一萬 你這裡有幾萬 是也不是到一隻一萬啊 因為 像我說的嘛 有些我是蠻二手的 如果有在玩玩具 你應該知道 就是有些人很在意猜不猜啊 盒子 全部完整啊 像我是不太care啦 我是只要本體是完整的就好 越便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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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今天就是 看那個 開面相有多少錢 就順便來分享 浩偉的收藏 那浩偉現在 他有賣這個野獸國的玩具 他之後 你會賣他透明嗎 就在門檻的時候就對了 反正如果你喜歡這個 蛋攻擊系列 就可以來這邊選購 那我今天 我應該會帶回去一隻 對 然後我再放到那個粉專 要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加上分享 我是白董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